港版国安法一推出,纳克冲击了市场的气氛,这无可厚非,无论任何政见显然都是需要重新适应或者判断市场的发展。 暂时资金流的反应其实算是相当稳健的,银行结余是继续保持稳定水平,虽然同业拆息是上升,但相信不见得有资金外流。 HiBor息口上升的原因似乎都是一些IPO活动较多。 股票指数也是由第一日公布港版国安法下跌约1350点。 去到星期一收市作微升,今日恒生指数收市上升了432点。 更加重要是成交量大增,反映市场有充沛的承接能力,更反映市场上的不安情绪正在减退。 但我仍然认为在政治改变下,投资必须要做足风险准备。 大家当然要量力而为入市,但也不要忘记,买有风险,不买也有风险,不买的风险。 即决定不买之后楼价上升损失的机会成本,仍然是存在的。 除了市场上资金仍然稳定充沛之外,楼市供应量亦不足。 越来越多的板块出现了,租金上升及二手放盘量减少。 楼市仍然是肯有上升的机会,起码上升趋势在技术分析上是没有改变的。 不者认为既然大局已定,香港在国际上的上市地位也越来越重要。 年轻人应该努力工作。 我亦鼓励他们在住屋及创业机会上发表多一些意见。 一起去掌握机会为明天打造更好的香港。